相信大家都看了好莱坞的硬核科幻片《沙丘》 不得不说 这部电影的脑洞实在太大了 科幻程度一点不比之前的那些电影差劲 可是 这样一部硬核科幻片 在当年 却让三个大导演都跑路了 还有导演宁愿不要片酬了 也不愿意再拍下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沙丘》这部电影实在太难拍了 有多难拍呢 这么说吧 我们都知道 好莱坞有一部非常硬核的奇幻片 叫做《指环王》 这部电影的三部曲 相信大家都看过了吧 这部电影在当时同样是非常难拍的 可愣是在导演彼得杰克逊的努力下 这部电影被拍出来了 可《沙丘》的难度 直接是他的两倍以上 因为想拍好 直接考验导演的功底 为了拍好这部电影 先后几个导演折在这里了 第一个大导演 相信大家不太熟悉 他叫做佐杜洛夫斯基 我们就简称他为老佐吧 老佐是出了名的大导演 在七十年代时 人家就寻思着改变 《沙丘》这部电影 还来了一个豪华队伍 结果 花了四年时间 光概念设计就砸进去了二百万美元 这可是在七十年代的 结果怎么样了 这部电影初期投入的 二百万连水花都没有建起来 尤其是当时的二十世纪福克斯 看到了这部电影的预算时 更是被这部电影给吓哭了 因为这部电影 让他们想起了六十三年 他们拍的那部 埃及艳后 当初差点把福克斯 赔到当了裤子 眼瞅着这部电影的预算 各种好莱坞公司 更是一个都没敢接手的 老左栽根头后 后来又有一个导演决定接手 这个人便是雷德利斯科特 没错 就是那个火星救援 和黑鹰坠落的导演 老雷这个哥们接手了 《沙丘》之后 还没等预算下来 人家就提同跑路了 因为实在难拍啊 他转头去拍了 《异形》和《银翼杀手》 这两部电影 甚至老雷还直言 这部电影比他们还要难 紧接着 就是我们第三位导演 大卫林奇了 可是 因为花了太多的钱了 结果 制片方愣是把原片 长达三小时的时长 直接剪成了两个小时 足足少了一个小时内容 最终 老雷也因为这部电影 给献祭了 所以 看得出来了吧 《沙丘》有多难拍 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 恰恰是因为难拍 才让这部电影 得以让众人看的 有多难拍摄 有多难拍摄